大家好我是老田 今天很厲害了 我想你們看到標題都知道 或者看到封面就已經知道 今天是做什麼 今天就是要拿零食試一下 給蝦吃看看他們會不會去吃 我們人類吃的零食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就是當我去買零食的時候 我看到蝦餅 我就想起 外國好像有些人 是試過拿MG的麥樂雞 去餵這些真的雞吃 我就覺得神經病 為什麼可以做這麼殘忍的事 這麼有趣的事 我就想試一下 買零食去餵蝦吃 看看蝦會不會吃 我就買了五樣零食 這個就是薯片 番茄味薯片 最多人買的 它應該是有一桶很大桶 是紙桶 但它這個很細胞 我用它做實驗 純粹是娛樂性質 給大家看 我自己好奇 所以才買這些零食 給大家試一下 還有熱浪 熱浪應該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吃 不止香港人 然後還有這個 魷魚絲 不是魷魚絲 類似魷魚絲 類似魷魚絲 那些 最後兩樣真是 電 蝦條 和蝦餅 這次真的給它吃蝦餅 不是外面買的 水晶蝦的蝦餅 是我們吃的蝦餅 我們逐樣逐樣看看 看看哪些它們會吃的 這條片 就真的 純粹娛樂性質去 滿足我的好奇心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逐樣逐樣試 這兩個蝦餅和蝦條 我會留到最後才試 因為最重量的東西 當然是最後才來出現 好 那我們快點開始 嗯 好美 啊 氣性 別再喝聲 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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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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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试了这个薯片和番茄味的薯片 还有鱿鱼丝 我发觉热浪是最多虾吃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热浪的味道特别强 而且它有点辣 我觉得热浪的粉是比较多的 当然也是热浪吸引一点 对吧 我想大家都是热浪 真的好吃很多 那好吧 我们再试完 最后两只 虾饼 和虾条 它们会不会吃自己同类 其实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虾 这个就说是原只鲜虾油炸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看一下成分 这个成分里面有虾 然后这个里面有虾 虾酱里面有虾 应该也有吧 不要紧了 先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虾条 请不吝点赞 啤酒 吃了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我们试完五款的零食 我发觉最后两个虾饼和虾条 他们反而不太喜欢吃 但都吃的 只不过没有前面的热浪那么夸张 热浪真的有很多虾围来吃 我不知道是因为它有辣味 因为其他全部都没有辣味 只有热浪是有辣味的 所以可能因为辣味 它特别多虾来吃 但反而虾条和虾饼都没有人吃 但其实虾死了之后 虾都会吃回自己的虾 所以我觉得 他们会吃虾饼和虾条 我觉得不奇怪 至于其他三款 我觉得都可以的 这条影片只不过是 真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如果大家无聊 就不要试了 因为其实这么多东西 这些大部分都是油炸东西 有油 还有其他不同的化合物 还有这些调味料 里面有一些味精 其实我是真的不建议大家 就这样放入水 因为其实对水质的改变 是可以很迅速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没有一个 很强的消化系统去 和过滤系统去过滤你的鱼缸的水 或者你是很小的鱼缸 我就劝你千万不要做这些东西 因为我太冒险了 会令到东西死掉 那我拍完这条影片之后 我都会马上换水 换3分1的水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心 不是 是大家千万要放心 我不会搞到里面的生物死掉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鱼缸最后这几个星期 更新了什么 还有加了什么 我加了两条鱼 还有拆了一个小的过滤器 只剩下一个大过滤器 好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like我的影片 最好是分享出去 这些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